好啦,那分析得很透徹啦,做個結論啦 你覺得,誰是兇手啊? 嗯 林耳其,她的確是最可疑的 走吧,我們一起抓住她的尾 咦?林小姐,你要去哪? 你,你們,我去上班 這個時間才上班,不過幸好遇到你,不用白走一趟 你們是怎麼回事? 林耳其小姐,我們有理由懷疑你殺害男子張藝淳,想請你回局協助調查 你們別亂,別亂說話 她死了,怎麼會跟我有關係? 有什麼事讓我們回去再說 在律師來之前,我不會回答任何事情 你答不答是你的自由 既然帶了你回來,我就有義務告訴你我掌握了什麼 你聽聽就算吧 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你從一開始就打算被人抓 對不對? 從第一次我衝進你家裡的表現 你似乎已經給了一種,我就是案件裡相關人物的感覺 你對張藝淳的死,一點都不意外 好像一早就知道這樣 再說下去就是你家裡的狀況 無論怎麼看,都做過徹底的清潔 很多地方都整理得乾乾淨淨,一塵不掩 這個時間點剛剛好就是張藝淳被人殺了之後 第二個早上,會不會太巧合? 我只是愛清潔而已 別以為這樣就能入我的罪 在這件案,有三個嫌疑人 但是就是你的動機最像樣 前女友被人背叛的確令人憤怒 被人侮辱,出賣自己身體都一樣很生氣 但是林小姐你,又被人騙財,又被人騙色 你痛下殺手的可能性,是三個人之中最高 你別胡說,什麼騙財騙色 你沒證據就不要亂講 你給張藝淳二百萬去拍咸片 名義上就是投資 但怎麼看,我都不理解 為什麼你會投資一樣你完全不熟悉的東西 我愛怎麼用自己的錢是我的自由 我愛投資給一個有才能的導演 我覺得這回報合理 二百萬對我來說也不是很高的數目 這有何不可 這不能夠成是二人的動機吧 單純以投資來說當然沒事了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種矛盾? 什麼? 合約寫的日期是三月 但你轉錢給她反而是合約期之前 意思就是說這份合約是後補的 林小姐你做得這個位這麼精明 又怎麼可能在未簽合同之前就把錢轉過去 我只是,只是先相信她而已 信她?哈哈,你這麼容易相信人嗎? 但這樣已經推翻了你們相交 即是建基於生意上的合作 我想這個世界 沒有人在合約之前就已經履行合約的承諾吧 除非你跟她之間 不只是生意上的關係 由此可見 你跟她之間不只是生意夥伴關係 還有很不錯的感情 她甚至也和你一起住了 什麼? 你,你憑什麼這樣說? 你家在這幾點就已經可以看得出了 大櫃上面只有底下的三行放了你的鞋 但是上面兩行又完全沒事 這,這能說明什麼? 我愛怎麼擺就怎麼擺 這不是罪吧,偵探先生 退一步來說 就算我跟別人同居 這也不見得是跟張義淳啊 總而言之 除非你有什麼決定性的證據吧 不然你只是浪費我的時間 決定性的證據 決定性的證據 有啊 你的身體就有這個證據 哪裡? 可不可以看看你的手 你好像一直穿著外套 矮穿外套又怎麼了? 是嗎? 你在做什麼? 果然是這樣 你的手上很多紅點 皮膚敏感 關你什麼事 為什麼會敏感? 或者說 你是對什麼敏感的? 在你家調查的時候 就發現有點古怪 或者說 有些很令人在意的東西 你家裡很香喔 但無論怎樣找 都找不到聯想道 可以引發這些香味的東西 究竟是什麼這麼香呢? 香薰? 還是香水? 你家裡只有廁所的瓶 用完了的香薰 但其他香水之類的東西 一瓶都找不到 那不是很奇怪嗎? 為什麼家裡有這麼濃烈的香味 但找不到香水瓶? 所以我大膽猜測 令你皮膚敏感的來源 就是香水 一定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你將香水 淺到自己的手上 你一直對香水敏感 整個家裡上上下下 都找不到這類的製品 你根本不敢用 亦都不會用 但為什麼家裡會有香水味? 很簡單 因為有人把一瓶香水帶到你家裡 為什麼他要這樣做? 很自然 想到這份是一份禮物 一份送給你的禮物 但是送禮的人 似乎不知道你對香水敏感 而同一晚 這份禮物變了第二個用途 它變成了殺人的空氣 而剛好死者張藥神厚到的傷口 找到一些玻璃碎片 後來證實了這些碎片是來煮玻璃製的空氣 也就是令你皮膚出紅塵的香水瓶 這算是什麼推論? 單憑我家的香味 就斷定是我殺人了嗎? 真是可笑 你說有香味 你現在大可以到我家裡來 笑笑看有沒有香味 你都幾聰明 已經過了這麼多天 香味一早已經散光 做不到證據 但是 有些證據不會憑空消失 可以證明你用香水瓶 幫我把證據寫 這個是在你垃圾桶裡找到的包裝紙 初初我一直想不明白 究竟是用來包什麼 但是現在很清楚 就是別人送給你的香水 我示範給你看 把這個品牌的香水放在這個包裝紙上面 真的剛剛好啊 意不意外 開不開心啊 這又怎麼樣 這香水是別人送的 我覺得不合用 所以扔掉不行 怎麼可以靠這段你我用香水瓶砸了它 不行不行 哪會這麼簡單啊 我都說決定性的證據了 當然是因為這個包裝紙上面有 你和死者的指紋啊 你和死者的指紋啊 無論你多用心 將張奕純的關係清理得一乾二正 但是 就偏偏把最關鍵的東西 忘記了 你是不是覺得 這個包裝紙有點多餘啊 還是你的心思一直都在想 如何清理香水瓶的碎片 或者香味 反而就把這個包裝紙忘記了 不過正正因為這樣 那才可以抓住你的把柄 現在你有什麼解釋啊 阿中 順帶一提 這支香水是限量版 全市可以拿到手的 只有幾瓶 剛巧我手上就有其中一瓶 這個玻璃還要不是普通玻璃 只要比對一下張奕純頭上的碎片 就可以知道 這支香水和空氣是同一款 所以 你是從死者手上收到這瓶香水 而又利用這個香水瓶 幫他的腦 這部分應該不需要再說下去 嗯 讓我簡單重組一下案情 先 你和張奕純不只是單純生意上的夥伴 他還有你現任的男朋友 至少你有把他當作自己的伴侶 你們的關係好到 他可以隨意上來你家裡過夜 原本你找到自己的真命天子 是值得開心的 但是不久之前你就發現 你所喜歡的男人 不單止不是正人君子 他在外邊有太多的風流史了 出錢出力 自我事業的你居然被他這樣玩 令到你恩愛成恨 想殺了他 就在他手影那晚 他口著臉皮上你家 還送了一瓶絕版香水給你 但是呢 你這麼愛的男人 居然連你對香水敏感都不知道 再加上你已經知道 他在外面利用潛規則 亂搞女生 這些事令到你難以原諒他的罪行 殺了他之後 你就利用特大的行李箱 將屍體運走 雖然你沒有車牌 我估計你應該是搭交通工具到附近 然後再走到垃圾站 至於為何要將屍體 丟在垃圾站 是有原因的 是因為 因為 多為香味的原因 用香水瓶搏勻它之後 玻璃瓶就爛了 香水除了淺在你手上 同時也淋到薑液唇的身上 你本來是打算 將屍體放在浴缸裡面清洗香味 但誰知道 它還沒死 於是你馬上把它捏住 直接浸死它 之後你想用漂白水 洗走它身上的香水痕跡 但是失敗了 那些香水味 比你想像中更加濃烈 和難以清除 屍體身上 還存在著那些味道 所以 你就想到 要將它棄屍在垃圾房裡面 用垃圾的臭味 掩蓋它身上的香氣 為了就是避免 好像我這種人 會憑著香味 找到自己身上 是 是我呀 你還來做什麼 我為何就不能來 先來再說 你知道我又多在乎你了嗎 首映慶功還沒完 我就來了 為何 什麼為何 你還在生氣嗎 我可以不生氣 你覺得我可以當沒事發生 別這樣 我都跟你說過了 那些事我沒再參與 你誤會我了 誤會 你說我誤會 這怎麼可能是誤會呢 所有事情我都已經一清二楚了 你別相信那些人 你信我就可以 來 我給你帶了好東西 這是什麼 這品牌我知道你在用的 驚喜吧 可是限量版 不容易拿到手的 到今天我才發現 你一點都沒有把我放在心上 喂 你究竟想怎樣了 我想怎樣 我想離開你 我不想再跟你在一起了 我受夠了 怎麼忽然這樣呢 你怎麼會不想跟我一起啊 你 你真的厚言無恥 但我沒辦法 就算其他人叫我離開你 我也沒辦法在這個時候 唐 你這麼愛我 怎麼可能離開我呢 我們別說這些了 來 他再吵吵睡下 你這臭東西 發什麼神經啊 不要啊 別動醋 這支劍中 吐死我了 我真的很不喜歡這狗東西 丟了它不好嗎 我先脫衣服 你快點進來吧 是誰 你怎麼打來 你怎麼打來 什麼 我去看看 這 這是什麼 真的有 摄像頭 你這個傢伙 你這個壞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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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 我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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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對我 哈哈 哈哈 你打算到現在都不出聲嗎 不 我认了 你认罪 对 我认罪 是我干的 张一传是我杀的 嗯 都是 现在都不到你不认了 正如你所说 我是被他骗财骗色 一怒之下决意杀了 你所推论的都正确 我无话可说 他为什么突然这样 或者他已经放弃挣扎了 但其实我对于你所说 林以奇可以把张逆纯 捏住浸死的说法 他真的做到吗 可能张逆纯 被香水瓶打完之后 已经无力反抗 只能够这样解释的了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走啦 有个新的委托等着我们 哼 做什么呢 整天都这样的面 我才不想跟你说话 我又得罪你什么 你从头到脚 从内到外都看你不顺眼 你们这些臭男人 个个都建议施签 乱搞男女关系 喂喂喂 我明白张逆纯真的很认真 但你不要觉得全世界的男人 都跟他一样才行 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用情专一的好男人 放屁 哪有这些男人 你没听过天下乌鸦一样黑吗 有 但我想告诉你 这个世界其实有白色的乌鸦 你不要乱说二十四 总之你是男人就是你的错 哎呀行了行了 那你当我是女人啦 我们走吧 我想我以后都很难相信爱情了 谁知道我喜欢的男人 会不会背着我做这些糟糕的东西 不要想多余东西啦 找到喜欢你的男人才说啦 一世单身都不用你操心啦 哼 喂你走去哪儿啊 你这么聪明自己去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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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聪明咱们讲的